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因為有點悶毛 那我就去 一枚約作點好了 我突然笑起來說 妳在弄什麼 那我真的就死了 喔 喔 肚子痛就是他得胃癌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我老婆喔 就是很神經質 你知道嗎 題目應該改 如何處理 創傷後症後痊癌 炒假是促進婚姻情感 很重要的調味器 老婆已經在生氣 為何老公還要火上加油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和一位老公代表 探討老公提油救火的 誇張事蹟 為何老公要讓老婆更活大 精神內容馬上開始 我發現其實真的很知道 男生就是 我們以前都講說 譬如說是豬隊友 豬隊友 這次更棒 他們直接是 提油救人 真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聊 一肚子火 老公只會提油救我 有三大罪狀 第一個是什麼呢 你都已經惹火我了 然後還提油筒來潑我 先走就已經是你了 還多筒兩刀 這早就我們想家活 真的 你跟你老公吵架 用中文還用得比較好 對 好熟喔 對 用中文他聽不懂的話 我就沒有意義啊 我一定要那個 靈性進去 我以後跟你老公我就... 我老公他很會講一些 就是很爛的理由 讓你就覺得 天啊 我現在是不是要一刀 就是要 避命這樣子 你知道我女兒 他現在六個多月嘛對不對 然後他很好的是 他滿月就睡過夜了 所以他半夜不會起來喝奶 你白天的奶量一定要喝夠 不然媽媽會很教育 對 對 然後老公餵奶 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是有喝一點之後 好啦...OK了 然後前一陣子我應該 因為要飛來飛去工作 然後週末的時候 我就提醒我老公說 然後那天晚上我工作完之後 我就視訊我老公說 今天妹妹喝奶的狀況怎麼樣 就喝差不多 差不多是怎麼 跟今天差不多 昨天差不多 還是跟隔壁老王的小孩差不多 對 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他們英式像我茶 那個茶杯倒進去 也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 對 無論如何 一杯一杯喝一下 然後我就說 你請你跟我講一個數字 他喝了多少 他說 我忘記了 我說什麼忘記了 你為什麼不拿筆把它寫下來 或是現在不是有App嗎 他說 我本來記得 是因為你生氣 我才忘記了 對啊 對啊 搞定了 你還好會吵架 他有練過 你幾公斤 他說你現在先安靜 你先冷靜 我就想起來 然後他就說他喝了六百 他六個月 他現在已經八公斤 他才喝六百 是不是有點少 醫生一整天是不是 對 他喝六百 有點少對不對 醫生你也是提油救火 我發現 沒有...不會脫掉 那應該正常多少 那是四十層數啊 對 對啊 一般來講一整天 大概是八百起跳 對啊 然後就六百 我說六百怎麼可能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他有點鼻塞 不是 我出去之前 也不過才半天前 我才飛出去工作 你現在就把他搞到 有點鼻塞 是怎麼回事 他就說 我跟你講 沒有鼻塞 沒有 對 他還沒 我會來六個月 他都講出來 你跟我講生老病 對啊 所以人就是會經過生老病 我女兒才六個月 他就跟我講生老病 我那視訊 我就立刻按掉 這是不是很離譜 對 真的 而且他很會就是 而且他刀刀斃密 我發現 他刀刀斃密 怎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我老公是直接拿刀 直接刺濕我那一種 因為我老公很會講氣話 他有時候講的氣話都狠狠 就有一次他是 敵人過敏不舒服 就在家 就是在家裡休息 然後他吃了那個過敏藥 會很容易嗜睡 就是昏昏沉沉 其實那一天我們本來 就是要約出去吃飯 可是他叫都叫不行 因為那個藥 可能是真的太重了 然後我就 其實有一點悶 那我想說 又神不得他那麼累 然後我就讓他繼續睡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自己去 因為有點悶 那我就去醫美約做臉好了 我就 後來就是時間 他因為睡到三點 我們都還沒吃飯 然後約三點 然後我就叫 他說 我要出門了 然後突然跳起來說 你在鬧什麼 然後突然爆氣說 你在鬧什麼 你為什麼要出去 你要跟誰出去 我說 沒有 你累 我讓你休息 讓你就是好好在家睡覺 養病 這樣有錯嗎 然後他就說 那為什麼你不去洗衣 他講話 太誇張了 他真的 你們跟老公都好慌惡 他真的吵架 然後他說 這個心都碎了 這是整個心 真的是睡掉 然後我整個是噴耶 我說 你怎麼可以對我講這整話 那時候我就真的很快速的 躲門而出 然後我到半夜才回家 他一直打電話 傳傳訊息 我都是不聽 然後不看 然後因為還是會擔心 還是我就 還是會回去 然後他就跟我解釋說 那是氣話而已 不要這麼在意 我說要講這個氣話 你是對我多大的仇恨 才跟我講這種話 我覺得題目應該改 如何處理 你瘡傷後症後拳 對啊 因為剛剛兩個都還滿大的挑戰 對 我自己的人生哲學 還有我剛剛還在問我說 今天希望我分享一些 婚姻相處的經驗 我說 我其實結婚 才結一次婚而已 我結婚 所以要多些 你想要怎麼樣 老婆今天有人嗎 但是我老婆角色扮演得很好 所以其實有五支段 不一樣 可是老婆醫師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跟你老婆 感情很好 那你們年輕的時候 現在 現在可能就比較兩個已經相處 已經找到某 年輕的時候有沒有吵過 那種很大的架 其實吵架是促進婚姻情感 很重要的調味器 我自己在看婚姻當中 最重要的 當氣話跟江西話 江西話 好 因為你 當氣話跟江西話 兩個最好不要變成等號 氣話年輕的時候 一定衝口而出 你看那句話出去 我自己在旁邊看會覺得 對 可是永遠是講出去了 怎麼辦 所以以後要在心裡先躲著 可是我要先講一件事 其實我看到更多的事情 有沒有可能言語暴力 是有一個人先挑起 這個我們所有男生 一定有這種經驗過 我太太說 城堡人 你為什麼每次上廁所 都不好把那個馬桶擦乾淨 那一開始我們就乖乖擦乾淨 後來屢次被糾正以後 就很生氣說 你不要再說每次 你知道每次是什麼意思嗎 每次是一百人 我頂多算偶爾 偶爾 你這樣罵牆就沒有感覺啊 對啊 你為什麼偶爾 好 來 沒有力大 這樣的話就沒有力大 沒有力大 像是我他也講的一樣 他說偶爾我有什麼好唸的 對啊 那我有什麼好唸呢 懂嗎 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個言語之間的挑戰 其實我們男生很不喜歡 是被 被懷疑 雖然大家成年人 也許你老公比你還大 但是要了解 心智年齡跟身分證年齡 有時候不一定成正比 對 像我們家老公 這樣這個第一題 我就想到有一件事情 他敢跟你吵架 是的 就是因為他在乎的事情 他就會吵 像就是前一陣子 他想要換一台車子 然後就是大家都知道 有一台是非常大的七連座 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我就很理性的跟他說 其實爸爸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所有的這種車 都是有司機在開的 那你看台北市這麼難停車 我們不管到哪裡去 我們是不是就變成說 到時候可能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找不到停車位 算算 你們下去好 我在車上等你們 但最後就會有這個結果 對不對 我說那這樣 你不就會變成 名副其實的司機嗎 我就講完了以後 他先愣了一下 然後可能有點 可是那個怒火中燒了吧 然後結果他就突然就說 你每次都要噴我冷水 你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我說什麼你都不要 前幾年我們買那台車 我已經是聽你的了 已經買了那台車了 可是現在你為什麼又有意見 我不會就是要買一台 我想要開的車嘛 就吵 然後我就覺得 你不是問我的意見嗎 那我才會很誠實 告訴你我的意見 為什麼你聽完我的意見 你又要發這麼大的火呢 結果隔了大概才十幾分鐘 他就突然進來 然後他就說 你再買了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 因為我剛剛打電話給一鳴 就是他哥 那我剛剛打電話給一鳴 你看人家講話 就比你有說服力 人家就講到重點 我說他講了什麼 他說 玉鳴說 你買那台車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不好停車 不是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忘記了 他怎麼了 他只是覺得不好停車 四個字就 他聽完以後 他就覺得不好停車 我知道你講的那些 他講得太嚴格了 對 你知道嗎 然後整個就是 你看人家就講到重點 就是你 他又再回來 再撥我 再 就是你 不會說謊 那下次我就說 講四個字就好了 對 你就就是 你要幫他畫出重點 不是 你那司機 那兩個字 真的太傷人了啦 我是體恤他 他到時候可能就會 等到發現那一刻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對 對 可是剛剛講的那些事情 你們講的事情就是事情 你們的時間就是時間 我們的就不是 你知道嗎 比如說他今天有約 要叫我們一起去的時候 七早八早就把我們叫起來 然後意思說 你躺在床上幹什麼 還不趕快洗洗弄弄 趕快就出門了對不對 然後等到我們的事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晚上 我有一個 比如說從上海的朋友回來 就說跟他一起出席 我們就請人家吃個飯這樣 是不是說你可以提早一點 因為我們請人家吃飯 比如說約七點 六點半 我就還沒看到人影 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你怎麼洗個頭 為什麼要搞那麼久 他說沒有 是這樣的 因為就是 好 那就是去那邊 然後那個我們設計師就說 好像有點長出來 有點布丁的感覺 他說是不是要補攬 我們現在正來 我說攬已經六點半了 七點的暗局 你要攬到什麼時候 他說那你很急 那你就先去啊 這樣 我跟你講 每次這種先去 就是災難的開始 為什麼 你不是說要跟你太太一起來 我說太太呢 我說沒有 他在塞車馬上就過來 他說沒關係 那我們等他好了 一般人是不是都會這樣講 對 我說沒關係 不用等他 不用等他 那你不是說他塞車嗎 沒關係 我們等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我們先喝個茶聊聊天 是OK的 十分鐘二十分鐘過去了 當然是沒有 然後我們說 沒關係 真的不要等他了 我們就先吃嘛 對不對 要點什麼就點這樣子 每一道菜上來的時候 要上之前 那個客人就問說 要不要等一下你太太 整個飯局裡面都在等他 好不容易 八點五十來了 哇 來了以後大家臉色會好看嗎 大家心裡會不想講殭屍話嗎 來了以後然後就吃嘛 不好意思的吃... 當然人家也都很客氣嘛 吃... 我就耐著性子 把這頓飯吃完 吃完以後結束送客 送走了以後 我們兩個叫著計程車 坐在車上 我真的 我就不想要再講任何話了 他看我的臉色不對 他說怎麼樣 哎唷 沒關係 我今天這樣弄 也是給你面子弄那麼漂亮 人家看也知道說 你太太也是個好老婆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你的情緒 就像一口痰一樣 你知道嗎 已經到了喉嚨了 你會覺得不吐不快 當然不是江西話 就是說有一些 心裡面的情緒 你會真實的反應給他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他最後一句話就來了 什麼 我都已經這樣子 一直在那邊弄撒嬌 弄飯店了 那如果 你還是要這樣的話 自己要學起來 可是我必須要幫小梁哥 說一句話 雖然我們常常都在罵老公 但是Stacy 真的是你不對 你有聽到重點嗎 小梁哥請吃飯 對啊 小梁哥 你怎麼 拜年蛋都已經 那個是要放 SNG車來做直播的 那個F16還要放 那個什麼熱燕蛋的那種 你居然 你應該一個月以前 就開始先去染頭髮 你怎麼會當天才去染頭髮 對不對 小梁哥 有多難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幫你平反 真的是他的不對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 我老公反而是反過來 就是他就是很容易 見銷 當上去的那種 有一次他就是出差 然後到大陸去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剛好大陸 就碰到那種雷曼兄弟 就是金龍海嘯的那個時候 所以當地其實有很多人 他失業之後 他回不了家 因為他很大 他回不了家 他就留在當地搶劫 搶購了錢才回家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自然很不好 結果他就是前一天晚上 跟我通完電話之後 隔天他就 然後從早上 不管是簡訊已讀不回 然後打電話不接 我就覺得就會緊張 就是想說是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那時候 真的會很擔心 到最後我才到了 半夜兩點多 他才回電話給我 他就跟我想說 他回宿舍 半夜兩點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半夜兩點 什麼飯可以吃到 這麼晚 而且我打電話 你都不接 然後他那個時候 他就 就是跟我講說 就應酬 應酬就很忙 沒有時間顧電話 你就是 你幹嘛這樣無理取鬧 不然你先去睡好了 那有什麼事情 明天再說 就是想要敷衍 那因為我很生氣 然後我就想要跟他去吵 結果後來那天 我們就有點吵起來 然後就到最後 就是不歡而散 我就決定說 好 那 那我打電話給你都不接 我接下來了 你不打給我 我都不打給你 結果就這樣 結果他竟然就真的不打給我 這麼長時間 他就跟我撐了 你就是撐了一個禮拜 我們就這樣斷了 一個禮拜都沒打給你 對 我就這樣斷了一點 如果斷了一個禮拜 那那個禮拜 他每天都玩到兩點了 對 他現在就不行 每天都玩到兩點了 可是我那時候是真的覺得 就是我很擔心 就是他會不會受傷或什麼 然後就一直到他要回來 他預定要回來的前一天晚上 他就打那個視訊電話 就問我說 因為我出差之前 你答應我說 就是你要來接我嗎 他說你會來接我嗎 對 沒有 我就 你看 也是一個司機 我就去 我那也是開車去的 可是因為我還在氣頭上 我就不跟他講話 然後就我們一路上 就從那個 就是從機場 然後就一到回家的路上 我們兩個都異 就是完全都異語不發 然後他也沒有一句的道歉 他也沒有要跟我聊個天 假裝沒事 他都沒有留滿 就很乾淨在那裡 就沒有 就沒有 你有沒有聽到他說嗎 他說很想陳哥 會跟司機講話 對 然後就後來 就一直到就已經到了 然後他先下車 弄那些行李什麼 他就忽然從他的包包裡面 就拿出一個盒子來 然後就遞給我 就看到上面就是一個 那個某個飛機上面 常常買的一個 G開頭的名牌項鍊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還在氣頭上 我就想跟他講說 我不是因為 我不是因為我覺得 懷疑你去酒店 就是好像我長得很像 小眼睛 小鼻子這樣 我就還想要跟他解釋的時候 他就忽然就是 結束 重想起 他就忽然把那個項鍊 就這樣丟著 這樣往我的人 因為我不是在架子中 他就這樣丟過來 他就說 不相信就算了 那東西就直接丟了吧 然後他就下車了 他就留我一個人 跟一個被丟在地上的項鍊 想當初我們結婚的時候 都是希望跟身邊的男神或女神 女神共處一生 誰知道以後會變成 所以其實中間的語言 我覺得非常重要 其實我現實生活 利用暴力 身體暴力我覺得比較少 語言暴力有時候 你絕對不是暴力 你事後錄音自己聽 你都知道是暴力 不論是女神或男神 他做的時候要進行四步 四步是哪步呢 第一個 不抱怨才怪 為什麼呢 生氣就是抱怨 可是你的不抱怨就是 或者去抱怨他的出生家庭 抱怨你爸媽 你爸媽就長在那邊 會不一樣犯 所以抱怨無法改變的事情的時候 那意義很低 第二個就是 不要嘴硬 剛剛百榮講的車子 其實我一直想分享一個 他剛剛分享非常的有道理 完全的是男性的邏輯的 理性分析 我也曾經用這樣分析 我太太說 你不用買包包 所以最後 他果然當下沒有買 事後還是出現在我家 這就是彼此溝通 因為他當下並沒有去抵抗我 他覺得我講得有道理 可是你知道 理性公通跟感性的心理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後來感性 還是讓他買了那個包包 沒有 他應該打電話給 易銘了 對啊 還有易銘跟他就不會買 他就不會停車 第三個就是 不要冷漠 因為我們看到更多 嘴硬的時候 男下台一定是 冷戰 甩頭就走 不理對方 你剛剛那七天就是這樣子 對啊 但我跟你講 忍莫在事後 你覺得會打擾 殺雞儆猴的效果嗎 不會 那其實以後 都可以一輩子拿來節目上講 很危險 最後一個是 不要鄙視 其實對方在跟你溝通 不要說犯錯與否 如果他提出個訴求 你一定要先認同 老公你怎麼會想要買車 你是為了我們好對不對 真的很好 我也很想買 可是到時候我們下車的時候 如果你在車上 我們會覺得很難過 他真的會溝通 對耶 只有你們下去 我又會變成司機 你講跟他自己講 雖然是同一個行為 其實差很多 第二個先是什麼 先讓步 其實所有的吵架人 都覺得對方錯 他覺得他要先讓步 可是某個程度 你先讓步以後 嘴硬的那一方 他自己會覺得愧疚感更深 就像小楊哥其實差不多了 塞奶到差不多的時候 因為太太有沒有認識 對 他太太真的很會塞奶 可是奶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他快爆的時候 我們罩子是很亮的 所以這時候趕快接收 對啦 其實我也是覺得 你這時候來剛好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然後送小楊哥的內心 他好懂你喔 你就娶他 我跟他還相見很晚耶 我爸常常在慘忙見面 那時候 陳寶欣真的說得好好喔 對啊 這是我生活中 我剛剛雖子結宜試婚 但是我心裡動了 五十次離婚的念頭 我沒有想過 之後我就覺得 我太太這麼好 我怎麼可以放棄他呢 所以五十次念頭 全部都放棄了 很棒 對我錄影我知道 好 再來看看老公會有什麼 提油救火的例子呢 來 是什麼呢 我只是想抱個願 你不要一直給意見 我們只是要討拍 我們只是要討拍 對 你不要真的覺得 我們是笨蛋 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一來小時候 我帶她去坐捷運 然後你知道她就是背在胸前 然後就會有成客說 好可愛啊什麼的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個中年太太 她一直用聲音什麼動弄她 我都覺得很OK 就是說她真的很可愛什麼 那種我都覺得很OK 然後下一秒鐘 她就像手就要伸過來摸她了 然後我就 不好意思 不要摸她好嗎 因為你知道 你怎麼知道她 剛剛摸過什麼東西呢 不知道她是誰 你知道她身上有什麼疾病 或是她是不是有什麼潛在的 媽媽就會很擔心 因為 對 所以我就說不好意思 不要摸她好嗎 我是那種好生好氣的 她馬上就說 幹嘛 不能摸是不是 我說長得有多醜 為什麼不能摸她 我當下想說 這個邏輯是什麼 對啊 美根醜的邏輯是什麼 然後她轉過去 跟她旁邊的 不知道是老公還是男班 就說 妳看她啊 竟然不給我摸 對 她自己用聲什麼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當下只有我一個人 背著孩子 然後還就是推著那個推車 然後他們有兩個人 我就想說 因為現在治安比較不好 對 我就吞人一下這口氣 就默默地把就是推車 推到隔壁車廂去 然後回家之後 就要立刻跟老公討拍 我說老公今天在車上 發生了這件情形 如果你當時有在旁邊的話 他們應該不敢對我這樣 她就說 我跟妳說 妳知不知道妳不笑的時候 臉很臭 她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罵妳的 她先檢討妳 我想說 誰在乎 誰要加S 就是誰 我並不想要知道 她為什麼要對我生氣 我需要妳跟我同軸抵抗 對 就是她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妳嗎 什麼...的 然後我們心情就好了 對... 可是那你們講那麼大一段幹嘛 每天我老婆回來 也是跟我講說 她在工作上面遇到的事情 現在因為他們請人真的 第一不好請 沒有人願意來做 那因為這個工作其實 要花的工時其實滿長的 然後來了幾天 可能又走了妳知道嗎 又覺得很辛苦 又覺得說 才來兩個禮拜 就說我什麼都沒學到 兩個禮拜其實才是觀察期 什麼她就一直在講這些東西 她說現在找人很難找 那我就說妳這個東西 妳為什麼不早跟我講呢 妳問我就對了 妳知道我是幹嘛的嗎 我再成為影視歌三期巨星人 我是綜藝圈的金牌製作人 掌聲 像以前我們常心同事 比如說第二天要錄影 算他衰啦 今天一直是不弄到三更半夜 不回家的嘛 對不對 晚上吃完飯的時候 我們也買便當給他吃喔 我們只是墨水夾沒有的 請他去前面大亂發 買一個墨水夾 消失了 那或者是那個人喔 有撐到第二天你知道嗎 他只是 我只是請他說 人家說便當來了 在那個電視台門口 我請他去拿 他就把兩大袋便當拿進來 放到中間就說 就說 這種東西我也遇過 什麼大風大浪瘋狗浪 我沒見過 他就跟我講說 你講那麼多幹嘛 我只是想知道 讓你知道 我今天上班一天的感受 我真的覺得很累 對啊 我講得很累 你講說一整段幹嘛 這是女生的不對 小亮哥 很浪費 我只要 女生的不對在哪裡了 你們要懂男人 不要只罵我們 男人先天的腦袋設計 叫 就是解決方案 你拋個Q給他 他腦袋跳的就是 那我要怎麼解決 還有就是女生的語意 表達要清楚 但我覺得這很難 這要花一輩子的時間 我覺得我太太 新的故事來給大家講 她今天來跟我講 因為我今天路上就說 你有沒有什麼 你講話不清楚 我後來一直誤會 她說有啊 一件事想埋了心裡二十年 終於終於 好厲害 她說 很厲害 很厲害 她跟我說 其實老公你記得嗎 我們剛結婚 生完小孩的時候 每次快 每次我都會暗示你 我們只有兩個男生 如果以後有女兒 他想回娘家的時候 要怎麼辦呢 那我理性的回答 第一個 所以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第二個 如果我有女生 那以後小孩 總是會結婚嘛 我們兩個我幫妳 顧好就好了 她說 她就吞下去了 她後來才告訴我 她其實是想暗示我 女兒要想回娘家 要回娘家 她其實後面要講是 重點是 那聽起來就不是暗示 是非常明示 是明示的啊 沒有啊 我聽起來就說 如果有女兒怎麼辦 我們的答案就是 我沒有女兒啊 如果有女兒 我會怎麼辦啊 我會女兒這樣子 我會女兒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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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個 生一個女兒 所以這個就是溝通 我們才知道 她如果換個角度 來跟我講說 那個老公 其實我媽媽最近身體不太好 我想回去看她 你說身為一個女婿 尤其優良代表女婿 我一定馬上說去 現在趕快去 所以妳是不是覺得 我們跟妳們吵架 要把話講清楚 或是我們要求 要把話講清楚 但是有時候講太清楚 你爸也不太好聽 好難喔 到底要怎麼樣 沒有啦 我覺得男生女生 各打五十大班 因為像我也是 從這邊學習到很多 就是我老婆跟我講說 帶小孩什麼多辛苦 我在旁邊就一直出意見 妳可以這樣... 妳交給我的時候 妳可以怎樣 妳可以去跟同事 妳可以找朋友 這是一切很簡單 她說 所以都是我的錯 我今天這麼辛苦 所以都是我的問題 就是我不夠聰明 我想不出方法 沒有辦法找到自己的時間休息 所以是我的問題 開車門就走了 然後幾次我就知道了 不是 我常常會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男生的思考邏輯 是怎麼樣的 你們大家幫我評評 這兩天前才發生 我到現在還在冒煙 我女兒要繳學費 我身上沒有現金 所以我就去ATM領錢 然後我把金融卡 放進去之後 按密碼 我按了兩次 她都說我密碼錯 可是我所有的卡 都是用同樣的密碼 我就把另外一張卡 拿出來測試 結果就對了 我就想說 那可能是我剛剛按太快 所以對 她讀錯 第三次我就再插進去之後 我就慢慢按 保證我自己是按對的 她還是說我密碼錯 對 她鎖住了之後 我就覺得我很衰啊 然後我就這樣默默地走回家 剛好她起床下來 我就跟她抱怨這件事 我說 那ATM真的很奇怪 我明明就是密碼按對的 那她為什麼一直說我不對 然後還把我鎖卡 她猛然第一句她就跟我講說 其實怎麼可能會錯 一定是妳按錯 我心裡有在過 可是機器不夠可以 不是 我聽到這句話 我真的有在過 我真的有在過 我真的瞬間 整個理智線就斷了 我就說 我每一張卡的密碼都一樣 怎麼可能會錯 我還把另外一張拿出來 插進去測試 就是對的啊 明明就是機器錯 然後她就說 妳每一張提款卡的密碼都一樣 怎麼可以這樣這樣 妳錢包掉了 妳的錢就被淋走什麼 就開始講 一大堆 我說 我錢包 我錢包沒有掉 我只是機用卡被鎖住了 而且現在 每天都在下大雨 我要這樣去辦機用卡 我真的覺得很麻煩 她就說 妳不要說這麼多 妳趕快弄一弄出去外面辦 不要耽誤我女兒繳學費 這句話一出來 我就真的 火就冒起來了 我只是希望妳可以跟我說 外面下大雨 我開車帶妳去 一起去辦好不好 有這麼難嗎 我真的不知道妳們在想什麼 真的 我覺得我老公真的是那種 很暗腦羞承怒的那一種 然後因為當時 剛開始我懷孕的時候 第一胎的時候 因為那是我好不容易 因為我們那時候生產的時候 要懷孕的時候 不是很順利 所以大概兩三年 我們已經放棄了才有的 所以那個很得來補益 我還滿珍惜的 然後因為她的家 我老公的家人就很愛問說 他們就很愛問 然後我不知道這是因為 老公有傳宗接待的那個 然後就會很愛問 然後有事在車上 就跟我老公抱怨這件事情 我說可不可以就是 妳讓妳的家人 不要那麼在乎男女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才有 這樣我感覺好像是 生小孩的工具 然後老公就忽然生氣了 他說 他說 他們沒有資格問嗎 我就傻眼了 我說我只是想要就是 得到就是 小孩的關心 而不是重心 不要好像有條件 難度就比較關心 對 那我就覺得很生氣 我說妳在皮白無形 妳在鬧什麼 他說 她人家已經在關心了 妳的娘家是妳的家人嗎 我的家人不是家人嗎 然後我就覺得說這種 然後這樣 還叫我去死 然後還是這樣子 妳應該就把車開走了啊 我有想把車開走 可是我又 又感覺她會回來 你知道嗎 就是過了很久 她才回來 然後也是那種 不講話這樣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很想跟她說 我們離婚吧 好... 我們沒有對酒球先生 不好意思 我沒想到你也是那個 提油桶的人 她身上的油也不少 但是我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不是說一定要離婚 但是離婚也是一種方式 但是我 為什麼在聽妳 那妳是想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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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老婆在早上 但我為什麼要講 婚姻當中 本來彼此都有地雷 對 現在妳講的都是 說不定妳就是踩到她的地雷 對 她剛好那裡 我不知道 因為她的地雷 也許兩個都是她的家人 對 妳剛剛講的兩個故事 都牽涉到她的家人 或者是她的某個休閒娛樂 等等之類 所以妳有妳的地雷 她有她的地雷 這個就是大家要慢慢摸索 那第二個你們兩個 其實要溝通一件事情 我常常跟我太太講 妳每次就只看我缺點 那妳為什麼還嫁給我 妳要想一想 請妳記得我的好 那我就會開始唱 好可愛 什麼好可愛 在旁邊那個聽得更氣吧 她看不可以啦 不會 當然要在某一種情境 緩解之下才能做 對 也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還能支撐下去 其實它一定有好的地方 更讓你愉快的地方 所以人生是這樣 你婚姻當中一定要看 多數的光明面 一定有少數黑暗面 黑暗面只能躲起來 隱藏我們的 對方不喜歡的缺點 好 再來看看 哪些狀況老公提油 就會讓我們火上更快 好啦 最後一個啦 那一刻要妳幫我 妳卻在害我 隔壁向外彎 真的 長長 我跟妳說 這就是豬隊友的時候 妳就沒有辦法避免掉 有一次晚上十一點多了 我突然覺得就是 泌尿道有點不舒服 那因為那一陣子 可能夏天會怎樣 我就一直反覆 有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然後我就在急診室的時候 我就跟醫生很慎重的跟他說 醫生妳看一下我過去的病歷 我也有好幾次 就是半夜來掛急診 是相同的問題 那當時你們就是驗了尿 然後覺得是有點感染 或怎麼樣 就吃了抗診室 就結束了 我說這一次妳可不可以 幫我再看更深入一點的 拍一些檢查什麼 看一下到底哪裡 會不會腎臟會不會發生什麼問題 什麼的 我就講得很嚴肅喔 然後我就說 爸爸妳還跟醫生講一下 我這半年的狀況 是不是也是 都是發生很多次 結果他就突然跟 所有的在場急診室 那個護理師 他醫生突然就 我跟你們講 我老婆 就是很神經質 妳知道嗎 頭痛就說他得那個腦癌 然後骨頭痛就說他得骨癌 而且他常常自己上網 去查一些那些什麼資料 就自己嚇自己 我跟你講真的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他真的就是 太緊張了 然後本來我看到那醫生的 臉還很嚴肅 要幫我查 突然間他又豁然開朗的樣子 他覺得 他就突然又很輕鬆的跟我說 妳放輕鬆啦 妳再去咽尿沒問題的 妳再去咽個尿 就把藥好好吃完就好了 不要太緊張 放輕鬆就好 然後我突然覺得 現在是怎麼回事 她完全在扯妳後 對 下午有熱喝喝 然後呢 我也沒有想 我也沒有去驗血 我也沒有得到一個 我該藥用的這個診療 然後當然 後來就是吃完藥也沒事啦 但是不好意思 但是那個病人的心裡面的 對 那個安全的問題 那種安全感的問題就有很大的 因為我那天回... 尤其它一直反覆發生 很緊張 對 我回家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就是有一點會有一點緊張 不安全感 對 會不會幫Stacy 然後最後就害到Stacy 還是Stacy要幫妳 然後最後再害妳 我跟你講 他... 我剛剛講了 他的時間就是時間 我的時間就不是時間 有一次我們一起要坐高鐵 去高雄 好像有什麼活動這樣子 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的事他都不急 三催事情 然後到那邊已經快要開車了 我想說兵分兩路 我就把我的皮夾給他 我說因為路上 你可能要買什麼吃的喝的 那你現在就去買 然後我就把信用卡抽出來說 我就一心就是我要去那個排隊的 賣當日票 排隊那邊 我要去買票嘛 對不對 那就這樣 那個分頭進行 排隊排一排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歡天喜地 手舞足蹈 拿了兩張包鐵票 這樣跳過來 然後我就說高雄你看 我買到票了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我 我就是 你買到票 我也買到票了 然後我拿著刷卡單 還要拿著我兩張車票 我看著他手上兩張車票 我說你這兩張票 是哪裡來的 他說你真的 我跟你講 你們在這邊排隊排隊 你知道嗎 前面有自動販賣機 你只要投錢進去 他票自然就會出來了 我會不知道嗎 我一個影視歌 三七巨星 我會不知道自動販賣機怎麼用嗎 問題是 因為那個 為什麼我不要用自動販賣機 捨近求遠的原因是因為說 我跟那個窗口的小姐講 我可以跟她講說 因為那個高鐵不是三個兩個嗎 對 我可以跟她講說 我們兩個要坐在一起 然後我要靠窗 我還是要靠走道 如果它方便的話 它會幫助我這些需求 對不對 可是你去自動販賣機投的 那個就是隨機的 會不會 對 她也不想要跟你坐一起 坐在一起 對 會不會不要這樣 對 會不會不要這樣 他可能說太好了 你可以跟菜做 就算了 後來我們就各拿兩張票 因為時間好像到了 沒有去退嗎 不是 你要上車了 你時間到了 你幾點就要到那邊彩排 你時間就到了 因為我剛剛講了 他的時間是時間 我的時間不是時間 那所以我們就上車了 雞雞麻麻上車 上車了以後 我們就拿著 好 我想說 對啊 那這多的兩張 我們可以拿去退啊 可是你出發了之後 好像就是不能再退 或者是坐下班 但是不能退 不 我還要坐下一班幹嘛 你已經上車了 我到底要坐哪一班 你露一下你弟弟跟他老婆 還坐下一班嗎 好 所以本來去個高雄 可能兩個人三千塊 現在花了六千塊 去高雄 神經病 Stacy 我必須說 我必須說 你踩到小陽哥的地雷 對 他的地雷是什麼 錢 他的地雷是什麼 他的地雷是什麼 錢 他的地雷 你今天對胖子特別有感覺 不是搞的意思就是我 但是美真你有遇到老公 對 就是我以為老公應該是神隊友 結果是豬隊友 那你在眾人面前很丟臉 沒錯 就前一陣子啊 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日本和牛剛進來 就是說就買了幾片和牛 要邀請朋友一起來家裡吃飯 然後我為了這個和牛呢 還買了一個 大概七千塊的不鏽鋼鍋 然後拚拚拚 我想說這樣煎起來 才能讓朋友就是感受到 我的書意有多好 結果那一天我才剛開始火 剛打開 我就去聽這樣 小孩在房間玩 打破了玻璃杯 身為媽媽 一定馬上去小孩那邊處理事情 然後我就跟老公說 那我先關火好了 老公就說 不用 我來 絕對沒問題 結果我進去處理完 小孩那個玻璃破的事情 五分鐘出來 我看不到我家的廚房耶 真的是煙霧迷惑 我找到老公在那邊拿去 你再三分鐘之後看到 然後我的那個牛排 已經變那個焦黑的屍體 然後我的鍋子才剛買 本來是那個白鐵很亮有沒有 馬上變黑碳 那是很認真的牛 好牛排好嗎 就被他回來了 我老公常常說話不經過大腦 然後講出來的話 就把我害死 但是有一次我婆婆 她忘記帶鑰匙 然後就打電話給我說 我可不可以過去 帶鑰匙過去幫他開一下呢 可是因為我當時 離他家的位置有點遠 然後加上我後面 已經有安排事情了 所以我就打了電話 給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先生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有開車 而且你又在台北市 你回去比較有效率比較快嘛 這樣你媽也不用等那麼久 結果本來應該是我回去的啊 可是我婆婆看到他 當然就會問說 怎麼是你回來 結果我老公就這樣 一時嘴快就說 他回來太麻煩啦 好...不要說了 我等一下還要趕回去開會 我先走了 太麻煩了 公母馬要打個大叉給你 對 踩得好棒喔 就是我頓時就變成了一個 而且我跟你說 你跟你婆婆關係不好 你還重用到他最愛的兒子 對 你真的瘋了你 然後我皮就繃很緊 果不其然 下一次再見到我婆婆 我婆婆就說 真是不好意思 上次還要麻煩 還要麻煩 對 對 我就是因為他這句話 然後皮繃緊了好幾個月 努力做好事 才把這個關係修復好的 這個很可怕 還說這是我對 其實老公這有時候 常常越幫越忙 但是不想讓怒火 把婚姻燒光光的話 夫妻今天要怎麼做 我才可以是提水不提 有保養水 在婚姻當中不要提我 就我最重要的是 這是很重要 比如說同樣都是 回去跟他媽媽講說 他可以講說 因為比較近 對 所以是怎麼說才是重要 第二個 不要當婚姻中的酸民 自己的幽默常常會 壞很多事 百榮的老公就是很典型 這種酸的幽默 其實不會很幽默 對 那第三個其實我會覺得 不要搬舊帳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 夫妻當中吵架 為門診也是一樣 現在的事情吵架 會把三年前 上一胎的事情 也拿出來講 那其實翻舊帳 就沒什麼意思 因為歷史無法改變 那最後一個其實 我會建議大家 有時候我們人生氣起來 那個嘴臉是很難看的 你覺得你有沒有翻白眼 有 翻白眼有兩種 所以為什麼 當你生氣的時候 照照鏡子 人家知道 原來我現在的臉色是這樣子 第二個深烏熙 深烏熙其實回應到 我以前講的就是 避住你的OS 你知道嗎 你的OS 深烏熙的時候 你還沒辦法講話 可以緩和掉很多的情緒 黃醫師 其實你跟老婆的感情非常好 有沒有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很愛看籃球 後來我就發現 有一種人物是我的榜樣 就是球隊裡面的二哥 不是一哥 也不是那個板凳球員 是二哥 因為二哥他要面對人際關係 有一個人是明星球員 比他厲害 當那個人在表現的時候 這個二哥不能去跟他搶 他要幫他 有時候也不能幫 那一哥說你走開 我要自己來 那我就不動 我就看你自己上籃這樣 可是球隊還有很多 在後面就是打得不太好的 你也不能很驕傲 都是你們 還有我們輸球 二哥還要去鼓勵底下的人 就說你從來今天有進步啊 或什麼的 那底下的人在那邊哭 可能明天被球隊裁掉 二哥還要講話他 所以我覺得那個二哥讓我說 其實太太就有的時候 他在某一些強處 長處很優秀 這時候我就是不能嫉妒他 我還要當他幫手 甚至不講話就不講話 可是如果太太有些弱點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也不要 就是一副老大哥的樣子 也是一樣就是以這種 隊友的心情 就是剛剛我們說神隊友 我覺得其實這個部分是我覺得 以男生的角度 比較能夠理解的角色 那我也就是常常用這個方式 來鼓勵我自己 其實有時候真的 我們只是要一個抱抱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的地雷 要小心一點 或者是像保倫醫師說的 請你記得我的好 我們要想想對方的好 好不好 不然離婚也是一條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媽媽 真的真的跟我們差不多 拜拜 我還是想問問問看 就是我們常常都聽到 產後憂鬱症 但是產前憂鬱症 好像也有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產前憂鬱症 現在也受到一些重視 那很多產前的小小的部署 睡不好 腰痠被動 一些抱怨 或擔心小朋友的成長等 這是合理的一個焦慮 可是真的到憂鬱症 會不會有影響 答案當然是會 我們以前常遇到的是 他常遇到懷孕的時候 就不敢吃藥 因為他的產前憂鬱症 就變嚴重 那很多研究告訴我們 其實如果產前憂鬱的狀態 真的嚴重 他 他 對 你的心情會影響 胎盤血流功能 台灣小孩比較小隻 接下來 黃醫生我想問 就是媽媽如果真的有產前憂鬱症 小孩子生下來 會對他各方面健康有影響 反過來的研究是有 就是說那些小朋友 如果有這個叫做 新生兒的這種長腳痛 就是三個月前或是半夜哭 這一類的這些小寶寶 去追溯他 他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是不是有憂鬱的傾向 都會比 幾率會比較高 對 可是這個研究 只是讓我們看到這兩件事的 關聯性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因為媽媽 本身就是這種 憂鬱性格 對小孩遺傳的 這個憂鬱性格 或者是媽媽不只產前憂鬱 產後也在憂鬱 所以這個小孩呢 也應該跟著媽媽相處的過程當中 沒有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安全感 跟益復感 但是Anyway 我是覺得如果你今天有產前或產後憂鬱 基本上 要找專家把自己撈起來 專家怎麼撈起來 多數人不太願意吃藥 因為在產後又有秘乳技術的問題 又怕吃藥會不會用很久 其實我們當然鼓勵大家 用比較非藥物的方式 其實飲食是中國人民飲食為天 最喜歡用吃東西 飲食 運動 甚至陪伴 都是很好的方式 飲食當然 血清素裡面包含 香蕉 彩椒 燕麥 綠色蔬菜 甚至核桃這一類 飽和脂肪酸多一點的 其它是一個好選擇 還有一個就是魚油 但是我要提醒魚油在很多研究 告訴我們要比較高劑量一點 它對於這部分的緩和會比較好一點 第二個就是心情 心情的改善 跟你講一講 放輕鬆 你覺得放輕鬆嗎 不可能嗎 其實很難 其實心情部分我會建議 本來從陽光 空氣 水 什麼叫陽光 空氣 水 曬曬太陽真的會讓你的low mood 就是你的情緒低落會改善 空氣是什麼 出外去踏青 增加一點新鮮空氣 尤其是有人陪伴你 那個情緒才能真正的改善 水不是真的只是大量的喝水 其實充分的液體 還有旁邊的人 像柔情般水一樣的陪伴 這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記得陽光 空氣 水 比食物可能更重要 了解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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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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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